在到巴金森市鎮的民众 除了吃油耳控制病情以外 目前北京妈祖病医 也为凡价进行做脑部生成刺激素的抽搐 以字面上来翻译就是 生部脑刺激素 类似电解的东西放到我们 我们想要放进去 生部脑的生部里面的一个核 那这个核呢 大部分有好几个地方 可以控制我们身体的动作 障碍的部分的核 精确的放在正确的位置 才能够让病人动作障碍的控制 会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 比较好的作用 那我们是在云嘉南这边 我们做的手术大概是 没有发生任何的感染率 病医团队的准备 可以说非常完整 几乎每一位医生的专业 为患者进行出事 目前已经有14位患者 接受病医上心科技的治疗 我们团队包括有 外科的部分 内科的部分 神经外科内科的部分 还有复健科还有中医部 所以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团队 那我们也是 战战兢兢的已经做了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 大概我们可以 把我们这两年来的一些经验 成果 可以开始 觉得可以跟我们所有的 巴金森市的患者 尤其是我们南部的患者 可以做一个分享 那所以我们就决定 应该要成立一个这样的病友会 其中有一位患者 为了每年 要参加15个儿子在英国的分类 特别在那边他接受治疗 他非常欢喜 每年可以坐会人家去英国了 我坐牙吃了很久啊 没有什么进展啊 所以有听说这张丁啊 有帮助啊 我说就 就 手上来就来 找一生 老乖跟我说什么 很欢喜啊 在英国 可以再找一种欢喜啊 结婚啊 我们这种方法可以给他祝福啊 在中南部的祝福 较没法保护 不过科党病医 医生团队的用心与努力 分较这两年外的治疗经验 让如此需要的病人 在中资讯 进一步改善他们的患者 记者 欧阳品 彩虹不得 请不吝点赞订阅